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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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達金瓜池 金瓜池福德池 所謂的金山福德 福德池 它也是廟宗廟的形式 在古老土力公廟的外面 又新蓋了一個 較大的廟 這邊是往 參光寮古道的路 那前面就是往 雕山古道 這邊就是草山戰備道路 剛剛如果不走 百二坎古道的話 那就是 從這邊進來可以直接到 金山福德宮 我在這個地方已經待了一段時間了 因為我的手機 儲存空間已經爆了 可是這裡的收訊不良 我又沒有辦法把 拍的影片先傳到雲端硬碟 現在整個山區都起霧了 那現在也已經超過下午3點 3點鐘了 再不出發 待會兒又要趕火車了 雕山古道 就拍一小段就好了 那 雕山古道一路都是下坡路 走起來還蠻舒服的 前面這邊就是雕山古道 著名的歷史遺跡 著名的歷史遺跡 無緣字幕 這就是無緣字幕 關於這個無緣字幕 有好幾個版本 不過基本上應該都是 一個與黃金無緣的故事吧 我應該有十幾年沒有造訪無緣字幕了 想當初40歲之後 開始浪跡山林 我也在自己的心中立了一塊無緣字幕 沒想到十幾年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發現其實山裡面黃金還蠻多的 那就看你對黃金的定義是什麼 古道上其實是還蠻多黃金的 自己慢慢用心的體會才知道 好那就繼續往下走吧 往牡丹 這邊往牡丹車站大概還要一個小時多吧 這邊是礦產事務所的遺跡 礦產事務所 無緣字幕可能就是當年採礦失敗的人所立的吧 抵達雕山古道牡丹端的登山口 這裡距離牡丹火車站3.8公里 這一段沿著牡丹西西岸的產業道路 也有可能是嘉慶12年 南庭里開闢路染道路的一段 這一段沿著牡丹西西岸的產業道路 我現在來到牡丹火車站 要搭17.07分的區間車往松山 今天的行程就到這邊 從瑞芳柱子潭走柱子潭古道 接流浪古道到九份 然後接樹梅坪古道 再接百二坎古道 然後再走雕山古道 然後來到牡丹火車站 最後一段因為 被手機的儲存空間爆了 所以雕山古道這一段路就 比較沒有露營 那今天行程就到這邊了 現在就等火車 火車大概在一兩分鐘就來了 火車來了 火車停站了 好今天行程結束 我要上火車了 今天行程結束 みんな